欢迎收听 《微微一笑很清诚》 第四章 婚礼前夕 既然决定要结婚 那大家就算认识了 这句话的逻辑似乎有点怪 于是 微微接下来两天 一直跟着一笑奈何混 还加入了一笑奈何 一笑奈何的固定队伍 奈何的队伍里也都是高手 其中有几个微微 还和他们PK过 不过对他们的认识 也仅限于ID而已 微微第一次和他们见面 是这样的 她说的还真自然 微微黑线了一下 打出笑脸 大家好 哇 三嫂 万年光棍也要结婚了 众人七嘴八舌地调侃了一番 恭喜了一番 忽然有人说 三嫂的ID有点熟悉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了 三嫂似乎上过吧 心直口快的猴子九说 我想起来了 如伪微微 不是真睡无香的前妻吗 队伍里顿时安静了 气氛有点古怪 微微正要说他们是为了PK大赛结婚的 就见奈何很淡定地打出一行字 你们三嫂她以前所嫁飞人 大家不要歧视她 微微被薯片呛到了 从此微微就有了一个觉悟 和奈何兄一起打怪做任务的时候 千万不要吃零食 不要喝水 否则一旦她语出惊人 不是她被呛 就是显示器被喷 和这群人刷boss做任务 无疑是聚爽的 首先大家相处融洽 其次效率实在是高 以前微微和帮派里的人组队 要打老九的boss 这里居然几下就搞定了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一下奈何大神 她的职业是情师 情师这个职业 在梦游江湖里有点尴尬 属于什么都会一点 但是又什么都不顶级的那种 简单地说 就是她会单砍 会群攻 会助攻 会疗伤 但是攻击不如刀和剑合 助攻疗伤不如专门的辅助职业 实在是有点鸡肋 但是在奈何大神身上就不一样了 奈何大神的疗伤技能 跟职业医生比居然毫不逊色 然后操作强大 跑位精确 队友们全无后顾之忧 也不必分心照顾她 有一次 在boss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一直充当医生角色的一笑奈何 忽然从古琴中抽出剑 一招琴中剑 刺中boss的致命部位 boss头顶冒出巨大的红字后 轰然倒地 琴中剑是琴师唯一的攻击技能 威威见过许多次了 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伤害值 都快赶上她了 威威嫉妒得想流眼泪 一定是她的装备太强了 有这个势力在前 等威威见识到一笑奈何的宝宝的时候 已经没什么想法了 奈何的宝宝是一只白色小猫 威威的宝宝是一只威风的老虎 当老虎都打不过小猫的时候 威威还能有什么想法呢 道士奈何 看见威威的宝宝后 端详了很久 然后说 等我们结婚后 宝宝们也结婚一下吧 宝宝能结婚 是冒游江湖 不同于其他网游的另一项功能 男女玩家如果结婚 然后宝宝种族又相同的话 宝宝也可以结婚 然后会随机产生一个小技能 据说 触发一定的条件之后 还有可能生下后代 可是 他们种族不同啊 我这只是变异幼虎 原来这只小猫也是老虎啊 怪不得 额头有王字花纹 威威总算找回了一点自尊心 老虎输给老虎 也不算太丢脸了 好啊好啊 让他们结婚 威威喜滋滋的 人家小猫可是神兽级 他家老虎 不过是自己捉的普通老虎 怎么想都是高攀了 威威随口问 你这只小猫是母的 不是 公的 嗯 我叫老虎也是公的 结婚那天是周六 一大早 威威照常跑去图书馆上自习 说起来 威威同学还是很刻苦的 不刻苦不行啊 在这样的学校 在计算机这样的系 哪个学生不是脑子一流 稍稍落后就要挨打的 自习到下午四点多 威威有点坐不住了 不停地看表 五点一到 迅速地收拾好书本 奔向食堂 吃完饭回宿舍上游戏 一向奈何不再 队伍里 其他人的名字也按着 升级狂人被威威 独自背着大刀去砍怪 正砍得happy 室友回来了 威威的宿舍十四人间 除了威威外 还住了小玲 思思和二喜 都是计算机系的 而他们四个 也是计算机系 大二仅有的四个女生 威威 别玩了 马上六点钟 我们戏和生化戏篮球赛 一起去看啦 小玲边换衣服边说 威威看着怪摇头 你们去吧 今天我有事 少来 你能有什么事 不就是玩游戏嘛 走啦 大众说今天 消奈回来哦 啊真的吗 消奈 思思和二喜一起兴奋起来 威威也惺惺眼地转头 小玲虽然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可是看到是有这样 受不了你们了 花吃不花吃啊 你们看威威 多阵点 威威连忙举手 别愿望我 我也花 说实在的 威威宿舍的四个女生 已经算是很不花吃 很不花吃的那种了 但是 这世界上 这世界上总有这样的人物 叫人觉得不花吃一下 都不正常 比如说 消奈 计算机系的消奈 A大顶尖风云人物 如果A大也像游戏那样弄个等级榜的话 那么消奈 排No.1 绝对是众网所归 先不说他在计算机软件方面 那令人惊异的天才 以及入校三年多 领队在ACM等国际编程大赛中 为学校获得的荣誉 指他居然能者无所不能班 胜骨争为奇 还曾作为游泳选手 代表学校参赛夺金等等 就令一众学子望尘莫及了 助攻会助攻会疗伤 但是攻击不如刀和剑合 助攻疗伤不如专门的辅助职业 实在是有点鸡肋 但是在奈何大神身上就不一样了 奈何大神的疗伤技能 跟职业医生比居然毫不逊色 然后操作强大 跑位精确 队友们全无后顾之忧 也不必分心照顾他 有一次在BOSS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一直充当医生角色的一笑奈何 忽然从古琴中抽出剑 一招琴中剑 刺中BOSS的致命部位 BOSS头顶冒出巨大的红字后 轰然倒地 琴中剑是琴师唯一的攻击技能 微微见过许多次了 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伤害值 都快赶上他了 微微嫉妒得想流眼泪 一定是他的装备太强了 有这个势力在前 等微微见识到一笑奈何的宝宝的时候 已经没什么想法了 奈何的宝宝是一只白色小猫 微微的宝宝是一只威风的老虎 当老虎都打不过小猫的时候 微微还能有什么想法呢 倒是奈何 看见微微的宝宝后 端详了很久 然后说 等我们结婚后 宝宝们也结婚一下吧 宝宝能结婚 是冒游江湖不同于其他网游的另一项功能 男女玩家如果结婚 然后宝宝种族又相同的话 宝宝也可以结婚 然后会随机产生一个小技能 据说 触发一定的条件之后 还有可能生下后代 可是 它们种族不同啊 我这只是变异幼虎 原来这只小猫也是老虎啊 怪不得额头有王字花纹 微微总算找回了一点自尊心 老虎输给老虎 也不算太丢脸了 好啊好啊 让它们结婚 微微喜滋滋的 人家小猫可是神兽级 它家老虎 不过是自己捉的普通老虎 怎么想都是高攀了 微微随口问 你这只小猫是母的 不是 公的 嗯 我家老虎也是公的 结婚那天是周六 一大早 微微照常跑去图书馆上自习 说起来 微微同学还是很刻苦的 不刻苦不行啊 在这样的学校 在计算机这样的系 哪个学生不是脑子一流 稍稍落后就要挨打的 自习到下午四点多 微微有点坐不住了 不停地看表 五点一到 迅速地收拾好书本 奔向食堂 吃完饭回宿舍上游戏 一向奈何不在 队伍里其他人的名字 也按着 升级狂人被微微 独自背着大刀去砍怪 正砍得happy 室友回来了 微微的宿舍十四人间 除了微微外 还住了小林 思思和二喜 都是计算机系的 而他们四个 也是计算机系 大二仅有的四个女生 微微 别玩了 马上六点钟 我们戏和生化戏篮球赛 一起去看啦 小林边换衣服边说 微微看着怪摇头 你们去吧 今天我有事 少来 你能有什么事 不就是玩游戏嘛 走啦 大众说今天 相奈回来哦 欢迎收听 微微一笑很清晨 第四章 婚礼前夕 既然决定要结婚 那大家就算认识了 呃 这句话的逻辑 似乎有点怪 于是 微微接下来两天 一直跟着一笑奈何混 还加入了一笑奈何的 固定队伍 奈何的队伍里 也都是高手 其中有几个微微 还和他们PK过 不过对他们的认识 也仅限于ID而已 微微第一次和他们见面 是这样的 吼吼 新人 奈何 这个妹妹是谁 我未婚妻 她说的还真自然 微微 黑线了一下 打出笑脸 呃 大家好 哇 三嫂 万年光棍也要结婚了 众人 七嘴八舌地 调侃了一番 恭喜了一番 忽然有人说 三嫂的ID有点熟悉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了 三嫂 似乎上过吧 心直口快的猴子九说 我想起来了 如伪微微 不是真睡无相的前妻吗 队伍里 顿时安静了 气氛有点古怪 微微正要说他们 是为了PK大赛结婚的 就见奈何很淡定地 打出一行字 嗯 你们三嫂 她以前所嫁飞人 大家不要歧视她 微微 被薯片呛到了 从此微微 就有了一个觉悟 和奈何兄 一起打怪 做任务的时候 千万不要吃零食 不要喝水 否则 一旦她语出惊人 不是她被呛 就是显示器 被喷 和这群人 刷boss做任务 无疑是聚爽的 首先 大家相处融洽 其次 效率实在是高 以前 微微和帮派里的人 组队 要打老久的boss 这里 居然几下 就搞定了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一下 奈何大神 她的职业 是琴师 琴师这个职业 在梦游江湖里 有点尴尬 属于什么都会一点 但是 又什么都不顶级的那种 简单的说 就是她会单看 会群顾